Hello 大家好 那么在这个系列课程当中啊 我们就要来一起学习一下 在自然语言处理当中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 word to vector word to vector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把一个词 转换成一个项链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词 转换成一个项链啊 通常情况下 咱们在做机器学义认为实话 是不是说我们的输入 是一个特征数据啊 一个特征数据 就是一个数值型的东西 因为呢 咱们机器啊 是认识这些数值型的数据 但是啊 我们得想一想 在咱们一个实际的任务当中啊 是不是有些情况下 咱们拿到的数据 不光是一个数值型的啊 有些时候 它是一个自然语言的 比如说拿到的是一个文本的数据 拿到的是一个字符的数据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说啊 是不是说我们首先得让计算机 能够认识这样一个数据啊 计算机怎么能认识呢 我们把一个词转换成一个项链 再把涉及到的所有词的项链 拼接在一起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让计算机啊 认识一下 咱们当前输入的一个文本 它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那接下来啊 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咱们这个 World2Vector的课程当中啊 我们会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首先啊 会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自然语言处理啊 一些基本的概念 以及呢 咱们World2Vector这个模型 从开始到最终的一个结束啊 它的一个整体的原理是什么 在这里呢 会给大家介绍两种思想 一种呢 是一个分层的思想 另一种啊 是一个复材样的思想 咱们在原理课程上 会给大家详细的去推导一下 咱们的这个World2Vector模型啊 是怎么样得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还会做两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啊 就是说 嗯 现在已经不是有了这样一个 咱们已经知道了 World2Vector这个模型 该怎么样建立了 然后呢 我们就实际的去建立 这样一个模型 我们会用TensorFlow啊 从零开始进行一个 World2Vector模型的一个建立 之后啊 会给大家用到TensorFlow啊 所以说上好咱们这门课程的一个实验环节啊 需要大家先对这个TensorFlow啊 有那么一点基础的了解 不用太多 有那么一点基础就可以了 然后啊 咱们的一个整个的课程 都是基于Windows的一个操作环境 为了演示的方便啊 就拿Windows去给大家做这样一个事情了 然后当咱们啊 用TensorFlow啊 自己的从零开始 做好了这样一个模型之后啊 还会给大家讲另外的一个实验 另一个实验啊 就是咱们该怎么样用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库 叫做一个G-SIM 这个G-SIM的库啊 就是说 嗯 它里边已经帮咱们封装好了 这个World2Vector模型 然后呢 咱们要拿这个World2Vector模型啊 实际的训练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 接下来啊 我会给大家拿到的一个数据 是一个维基百科的一个中文数据啊 总共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下载好的一个TIT文件啊 大概是一致一多 我们会用这一致一多的模型啊 进行一个建模 然后呢 还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进行建模 以及啊 进行这样一个测试的工作 现在啊 咱们打开的一个环境就是用那个G-SIM啊 进行一个建模完的结果 最后呢 我们要怎么测试啊 就是说 嗯 当我们拿到了一个词项量之后 我现在就可以拿这个项量进行一个对比 找一下 就是说 嗯 这个词项量跟什么词最相近呢 我想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那下面啊 就打印好的 就是我的一个建模的结果 在这里会给大家啊 举这样几个例子啊 这些都是建模完后的一个结果啊 建模完之后 我们把模型读取进来 然后呢 我测试了几个值啊 就是啊 苹果 数学 还有学术 白痴 还有篮球 看了一下这几个值 离它最近的那些项量都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苹果 离苹果最近的什么啊 Apple 洋葱 冰激凌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些咬一口 还有一些 嗯 苹果公司什么的 也就是说 现在啊 我要看一下咱们机构造好的这个项量 它符不符合咱们的一个逻辑啊 咱们的逻辑上 可能苹果这个项量跟其他水果都是类似的吧 所以说它们可能会更相似 然后呢 这个数学啊 我看数学跟算术 跟微积分 跟数学分析 逻辑学 后面啊 咱们就不看了 跟它们都是比较类似的吧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World2Ector模型啊 一旦咱们的语料库是比较丰富的情况下 咱们的一个建模的结果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啊 是咱们整个系列课程当中两个实验的环节 一个是用TensorFlow啊 咱们实现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World2Ector模型 另一个呢 咱们要用GSIM这个库啊 实际的帮咱们构造一个中文的VG百科的数据 然后啊 再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整体内容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就开始正式的进入咱们一个原理知识点的一个讲解